假設 今天安萊能夠開兩次大招 艾瑞也可以開兩次大招 所有的角色都能開兩次大招的話 你覺得哪隻角色會突然變得很強呢 說到這個老玩家是不是已經在想 難道是血弓的BUG又要回來了嗎 很慶幸的是並沒有 但是在王者這個BUG竟然直接出了一隻新角色 就是我們現在選的這個美人魚 那這隻角色他叫朵莉亞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一個蘿莉吧 而且我覺得王者在出新角色的時候真的很用心 你看他在打開王者加載畫面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他的一段宣傳動畫 讓我們來看一下 真的 好美啊 我叫朵莉亞 你可以叫我朵朵 有沒有跟我一樣覺得這個 拉拉拉拉拉拉拉 如果覺得主播唱得很好聽的 就按個讚讓我知道吧 好啦 那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實戰畫面啦 那我打的這一場呢是排位賽 不過我還蠻久沒有打的 所以現在掉到了柏晶的樣子 就是B牌啦 所以對手可能會有一點問號問號的 那就不要太在意 因為這場主要是來看看這隻角色 他的技能組 到底強不強 我也是第一次玩喔 那你可以看到說他的被動 是直接把他的恢復給取代掉的 也就是說 朵莉亞他是沒有恢復的這個技能喔 可是他這個被動是幹嘛的 就是 標注一個隊友 這樣他的大招就不會亂鎖定到別人 就會優先選擇 你 標注的那個隊友 那大招就是他的賣點 我們等一下再來介紹 我們先繼續說他的被動好了 你有看到我現在在河道中 是變成美人魚的狀態 那在這個狀態的時候啊 他的普攻會變成潑水 會對那一條線的敵人都造成傷害 而且他 他在河道的時候 也會持續恢復血量跟魔力 也就是等於 河道就是他的 泉水 只要一直泡在那邊 你的血量就會越來越多 魔力也會越來越多 那因為他是輔助嘛 所以他其實他的 河道的這個被動 他也是可以 給隊友吃得到的 所以也就是說 其他的隊友啊 站到河道的時候 也會持續恢復血量跟魔力 不過這個回的效果是有點不太明顯啦 因為他只有回50點 也就是感受不太出來 那他的一技能喔 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技能 因為他會 發出四段音波 然後對全方位造成攻擊 他比較特別是他的第四段 他第四段會分兩種形態 就是如果是陸地形態的話 就只會有緩速 那如果是在 核心態的話 就在那個海裡面的話 他會造成擊退 那這個也是 沒有很明顯 一樣就是一點點而已 所以 可能是拿來斷招用而已吧 二技能是向前跳 然後幫那個範圍內的 附近隊友 威脅 那如果 是在陸地上的話 會創造一片海域 所以就不用一直被限制說 啊我一定要在 河道那邊呢 才會有持續回血的效果 那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 只要不離開那個範圍 那個海域都不會消失 接下來 這個大招就是重頭戲了 那這個大招呢 也就是這個角色的賣點 他會丟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 一個球球這樣過去 然後呢 被你丟到的那個隊友 他就會刷新大招 沒錯 就像我片頭所說的 一個英雄 他可以連續開兩次大招 那剩下 大招冷卻的部分 就會由朵莉亞來繼承 也就是說 會變成 用朵莉亞的大招 來去換輸出位啊 或是 其他非常強力的大招 那一種角色 能夠開兩次的機會 這局 我們主要是跟 這個打野來去做搭配喔 那這個打野就是 我們熟悉的圖倫啊 我們打野是打得非常的兇 他這邊直接看到 馬可波羅直接鎖一個大招 那 那馬可波羅沒有死嘛 所以 他這樣大招沒有辦法刷新 我就直接丟了一個大招給他 那這樣子 他代表說他這樣又可以再牽了 有沒有看到 又可以繼續再牽 結果最後他 扛太多了 那我也來不及幫他補 直接被他打死了 打野復活後 我們就繼續跟著他 這邊可以看到 打野的經濟已經非常高 隨便電個幾下 人就直接躺在地板上 結果 馬可波羅還在下面清兵喔 完全沒有意識到嚴重性 欸 結果這個草叢 怎麼蹲了一個阿來 那這個打野也就 順利的四連殺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角色 比較激熱的一點 就是在 團戰中 只是影響並不大 他就只能 用一技能去摸摸對手啦 然後用二技能補補隊友 但是補的血量又沒有特別多 大招在短時間內也只能用個一次 他本身的體質要縮硬嗎 其實 感覺也沒有到多坦 所以 就是一隻能夠刷新大招的一個 功能型輔助 那這打野看到 阿來喔 直接鎖他大招 看到他大招沒有刷新 我們再直接把大招給丟給他 讓他能夠繼續鎖大 其實打法就跟 剛剛那一波四連殺是差不多的 就是在後面幫他用一技能 緩一下對手 然後二技能幫他補一下血 如果他失誤的話 我再用我的大招去幫他刷新 讓他的整體的節奏是不會斷掉的喔 最後打野拿下了五連殺 那這場也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你會希望 朵莉亞也雙生到傳說嗎 如果雙生到傳說的話 你覺得 最強的搭配會是誰 留言區告訴我喔 我是抹拆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再擺下部影片見到 那邊有嘉賓 有一個守派 有一個廣場 有一個守派 那邊有一個地道